其叉叉显示近日杭州汪汪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,把定代表人为方健,经营范围包括演出经济,网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等,黄子涛任该公司董事职务。 继续叉叉股权结构图显示,黄子涛99%空股的海南永恒兴龙娱乐集团有限公司为该公司股东。 众所周知,黄子涛在进入娱乐圈之前就是一个征服二代,他父亲黄中东是青岛的富商,据传身价超过200亿。 不过非常不幸的是,去年9月份因病离世了,而年级27岁的黄子涛在娱乐圈也早已经是当红的一线明星,凭借自己的努力从男团偶像到演员的转变有目共睹,并不是啃老族,而且十分的有爱心,多次为需要帮助的人慷慨捐款。 近日河南暴雨牵动全国人民的心,黄子涛在捐款300万元之后,又下架自己服装品牌店铺的所有商品支援河南灾区,还好花员工,这时候不用吝啬,能帮的都帮,衣服有多少全给。 随后黄子涛又在社交平台发文称,如果耽误到发货,无法下订单,对不起请原谅。 黄子涛慷慨解囊且豪气失足的举动收获了网友的强烈好评。